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辽宁队横扫广煞夺得总冠军 2017至18赛季的CV落下了帷幕 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赛季 这也是一个群雄争霸的赛季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这个赛季有哪些以往不同的改变 从一个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上 变成一个监管 是守住底线的一个决策 我们要去制定行业标准 守住行业标准 守住行业的规本 2017至2018赛季 是中国篮球管办分离后的 首个CBA赛季 这个赛季中 虽然常规赛比赛场次并未增加 但比赛赛程被尽量打散 基本上保证了在连赛期间 从周二到周日的每天都有比赛 为国家队比赛在连赛期间 开辟窗口期 是本赛季的一大变革 而第一个窗口期 在CBA刚刚开始九轮之后 便早早来到 对于国家队球员的体能分配 和没有国家队比赛任务的 各队训练 都成为了一个 需要慢慢适应解决的问题 这段时间没有休息 然后包括 一直在国家队和连赛中 想来回趕 在前天的CBA公司对外 发布了首份正式的赛红裁判报告 确认第15轮山西队主场 116比114战胜新疆的 最后两分钟比赛的一次 十分关键的出界球员 这是CBA历史上正式对外发布的 第一份裁判报告 本赛季 CBA公司效仿NBA 对一些存在争议判罚的比赛 会在比赛结束后 由官方进行复合 对存在争议的判罚 出具裁判报告 公开点评裁判判罚 而这些报告 也为裁判的优胜劣汰 提供评判依据 此外本赛季还设立了全新的录像回放中心 这些举措对于推动联赛的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018年的CBA全明星星瑞赛 首次邀请了北大和清华男人参加 赛制上也进行了创新 由南北方星瑞队分别对阵大学生球队 在将星瑞赛变得更具观赏性的同时 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篮节和CBA公司 对于打通职业篮球和校园篮球壁垒所做的努力 这次其实北大清华男人加入 一下就是把我们整个CBA 星瑞赛的这个氛围一下提升了 而且这些大学生球员 他们的身体条件 包括什么也都确实不错 看来大家也看了 而且确实他们的防守 包括他们的投篮投射能力都很好 而且现在很多家长 他们也不希望孩子打实业 就希望能够上北大 上新华 又能上学又能打球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课题 和新的挑战 因为现在咱们也是提倡提交结合 希望能够领现出更多的 更优秀的篮球的苗子 这是一个变革的赛季 广煞莎获得了常规赛第一 成为了CBA历史上 第七支排名常规赛第一的球队 江苏肯迪亚 时隔九年之后再回季后赛 广州上海 以常规赛第九第十 进入季后赛附加赛 我们现在CBA的联赛正式进入到季后赛 今年的CBA在季后赛的制度上做出一些改革 也就是说增加了这个增加赛 比赛结束了 恭喜广煞队 恭喜广煞队 历史上首次杀进CBA联赛的总决赛 此时此刻 辽明将冠军顶交到了辽宁队的手中 此时此刻 CBA拥有了历史上的第七支总冠军球队 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试错 是试错 两个人说是试错 但是我们试错的空间比较小 因为CBA到今天为止 积累了比较大的成果 也有固定的收集 而我们大家都希望这边再改革 但是在变好的过程中 由于有更高的标杆点 我们就知道 所以是我们的 而成为一个不同的追赶者 而在追赶者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运用一些 相对在稳妥与冒险 之间进行一个平和 因为今天篮球公园的特别节目 要对整个2017-18赛季 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梳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特别节目 播出时长将会是90分钟 让我们一起好好地来回顾一下 属于我们的2017-18赛季 去回顾一下这些全新的变化 那说到新的变化 最新的变化 当然就是有了新的王者 赛季结束了 世上第七位王者诞生了 无论是经历了16场季后赛的广煞 还是横扫了对手折柜的辽宁 他们都实现了自己本赛季一个全新的突破 在这一路当中 胡金秋累到了腿抽筋无力行走 郭艾伦哽咽着打碎质疑 李春江实现了加盟广煞之后的承诺 郭世强完成了辽宁篮球的一桩心愿 我们记录下了这点点滴滴 这一切让我们从CBA历史上的 第一次抢旗大战开始说起 4月11号 CBA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抢旗大战 胜者将晋级总决赛 听着什么歌 瞎听 在前放松用的 对啊 无所谓 怎么接着来这么早 天天都这样 因为我们整体实力在 就是没有明星球员 也没有一些大牌球员 所以说就是靠我们 这些年轻学员的拼接和防守 来就是来带动一些 就是能力上的不足吧 双方球员都非常珍惜 这次创造历史的机会 尤其是年轻队员 当时3比3了嘛 和山东 然后山东队伍也特别强大 然后丁岩宇航也没有打那场球 但是就是教练也害怕我们放松 因为他们那边三个核心嘛 然后丁岩宇航不打之后 现在就两个人 然后其实也不好打 山东的整体实力也特别的强 也是打团队篮球 所以说预表将我们摆进心态 调整好心态吧 丁岩宇航的商品 给这场比赛增添了些许悲情 我今天这么早干啊 我也不着急 我跟你说我今天掐指一算 山东得赢 很强烈的预感 你不上场的话山东能赢吗 哎呀不上场 我的兄弟还有千千万 少我一个不差事 哎呀 抽人呐 那怎么办呢 那伤都伤了 哎呀 这边晚上我掐指一算 马五合十三分 张春军十分十二分 甲成张晋鹏二十三分 你的劳僧兄弟呢 劳僧大宝包四十分 四十分 莫泰三十分 这多少分了 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好多了 老贾 十五分 十高棍十分 就行 无科十分 潘宁钢带小猪 各得十分 一百七分 赢了 真快 一个赛季就快结束了 本赛季常规赛 NVP坐在客队的人工积分牌下 观看了整场比赛 而在场上 广沙对内线汉将苏若鱼的伤势 也给接下来的总决赛 埋下了隐患 深冬队老将张庆鹏 季后赛里 由于和主教练凯撒的关系紧张 一度不能登场 这场比赛里 他获得了出场机会 也如丁业宇航在赛前更衣室里 预测的那样 张庆鹏奏响了 带动全队走势的最强音 在他的感染下 年轻队员张辉等人 也一并承担起了外星的重任 广沙队内线告急 吴金秋自然需要担当更多 攻防两端的压力 让他早早陷入 体能分配布军的窘境 那时候在第二阶的时候 就已经腿就两个 两个腿就已经木掉了 就是已经感觉要快要抽筋到 崩离的状态了 然后第二阶在热身的时候 我跟那个伯哥 就是王导说 我说我两个腿身上已经全木掉了 我可能没有劲了 然后伯哥让我坚持坚持 咬咬牙 然后我就坚持 然后等到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跑不动了 就整个人都是反应迟钝 就开始慢了半排 然后就一直在调动自己的情绪 就紧啊紧千万不能放弃 就是一直告诉自己 然后呢就是整个腿就已经开始抽筋了 然后我就跳了 然后发完球就开始跳着走 跳着走 然后一点一点去克服那抽筋的状态 然后等到最后 一下就是下来之后 在那个替补机上坐着 我那两个腿就已经在那个 刺刺发抖了 这已经是抖的状态了 所以说伯哥就把我抬回更衣室的嘛 那时候我两个腿已经没劲 没有劲了 就连行走的力量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一直都瘫到伯哥身上的 对 所以说那个状态可能是我 从打篮球到现在开始打那么多比赛 是第一次吧 自己可能是太过于紧张 太过于那种崩的那个弦 就是注意力太过于集中了 所以说可能那个导致体能 体力的分配比较不平均吧 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时间就可能就没有劲了 终于进这种决赛了 不容易啊 真累 第一次跑步动 后来是怎么了 恢复休息过来 一晚上就好了 然后队医给我喝盐水 然后给我按摩 给我放松 放松大腿肌肉 小腿肌肉 然后一天就好了 睡一觉就好了 可能这就是年轻的作用 角落里 电与杭若梦的眼神 赛后胡心秋泪滩的身躯 充分展现了C别历史上 首个抢期大战的特性 激烈和残酷 当然是很喜悦嘛 然后可是还是要准备后面的比赛 因为这只是开始而已 他每一场球都拼命的去打 有的时候我跟杰哥一屋嘛 我挺佩服杰哥的 就是杰哥他打的 每一场球打的时间跟我差不多 但是呢 我每次累的都不行了 就是第二场球 可能就已经体力缓不过来 但是杰哥他还能够咬牙坚持 就是他就是年纪 就是比我大很多嘛 所以说肯定身体恢复 没有我快 但是他还依然在坚持 就是给了我们这种年轻 年轻人一种榜样嘛 让我们去更好的向他学习 去为球队做出自己的力量嘛 对 都希望球队能够走得更远 获得更好的成绩嘛 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好像还落后 直到最后的时候才反超过来 所以说那场比赛真的挺刺激的吧 然后自己一直是绷到那根悬上 就一直不敢放松 当最后还有三十多秒 还有多少长时间的时候 就把我换下来了之后 然后我一看比赛就是大事以握 肯定会赢了 哇一下自己感觉卸下来之后 就感觉太累了 一下就感觉自己起不来的那种状态 很兴奋很兴奋 然后就是也很激动 就是能有一生 能有这么一次机会 就是希望就是尽最大的努力 然后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双方二十次交换领先 十次占平 最终广沙在改写三项历史的图时 首次闯进了总决赛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诺言 就是说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 一步一个脚印能走到现在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这个因为辽宁的内线外线 演员的配置 寡达队的队员也好 包括两个外员也好 个人的能力都非常强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冲击冠军 向对方好好学一学习 因为这个 对方的队员也都非常优秀 跟我们比 我们确实是非常年轻 但是我们靠年轻这个劲 去冲击对方 总决赛的另一方辽宁队 提前于决赛两天来到杭州 他们的航班 本赛季也是第一次提前落地 队员们都表示 这会是一个好兆头 主教练郭世强表情平静 一言不发 43岁的他多了些白发 因为包括之前媒体采访 我们这个团队 今年最大的进步 除了季战局上的进步之外 最大的进步就是心态 大家成熟 四年三次的冠军 前两次进步多了 当时的心态 我们球队还不够成熟 可能在心态上受一些影响 但是今年 大家尤其在心态上成熟的路上 大家进步得非常大 所以今年 我心里就有很大的把握 因为我们成熟了 所以冠军对冠军 我们的把握就非常非常大 至于我个人来说 在总冠赛之前 为什么能不能平静 也不太过多的说话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想把我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序列上 放在这个比赛当中 我不想去过多的其他的事情 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总决赛第一场 双方的战斗欲望继续升级 到了这种地步了 我们就需要 就是谁都想更往前一步 不管是教练 还是球员 大家心里都是想 拿一个好成绩 大家这种自信 和这种信心 整个一个联赛 体现得非常好 进入总决赛以后 我觉得大家这种 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验的这种表现 是特别的强点 而且说 这个时候大家这种 心态和心情 我觉得是起到了变化 没有说像 半决赛和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比赛当中 大家那种信心 没有打得出来 触摸到总决赛的地板 对于球员来说 是幸福的 即便是总决赛的常客 这一点也只会更加浓烈 我没有说 心里有过多的意去压力 因为第一样 双方是 大家都是零起点 没有一些心里抱负 都是想去 接力去发挥就好了 所以说 刚开始打了比赛的时候 而且自己手感也比较顺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 打下来没遇到过太多的困难 因为当自己一旦顺了起来以后 要当 当我的队友手感也 就是调整形态也比较好 手感也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这一场比赛就还是比较顺利 所以说可能第一场 我们就拿下了 因为我们打错了自己的特点 加油 加油 小外员 对方小外员 手非常弱 但是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非常了解 我们很坚信 我就告诉队员 他投越多的三分 我们越不害怕 因为三分不是他的 得分的主要的手段 不是他特点 因为他不是投手 他有可能这一场就是热 我们不怕 所以就是大家思想同意 在场上坚决执行我们赛前准备会 教练布置的应务 队员执行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心里有敌 而且他俩在那么超纯能发挥下 我们还能赢得比赛 我也告诉队员 他们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我们还能赢得比赛 我说大家要更有信心 郭世强的底气 来源之一 就是他们拥有着联赛里 最豪华的内线组合 韩德军 巴斯 李小旭 广上海内线也很偏 但是可能我们的内线 正好跟广上海内线相克吧 我感觉是 你看我们在防守啊 南马内线进攻 其实我们这儿很大优势 我们内线还是比较有一些把握的吧 因为内线得分肯定比外线要稳的 打完第一场我们也没有说即将 没关系 还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这场球技都要不学费 希望下场比赛 就不能这些双方多了 烟子盘那种压力挺大 本来就没那些 你还上个级额吧 学习吧 多学得要 主要上学 多学习 打二个刀 打二个刀 上来 他肯定是特别难防了 因为他的速度 他的身体 他的经验节奏 肯定是 CBA当中 数一数二小院 所以 在场上 自己尽量还是去 限制 尽量去消耗的吧 肯定是 房子特别好 特别成功 肯定是不现实的吧 第一场赛后的辽宁公民势力 并没有太多赢球后 欢快的气氛 眼睛有影响吗 不 打球的时候有影响吗 老了 可以 哎 thought 大人 糟糕了 走啊 快 encore words 骂 arrivé 我来老了 骂��터 rooftop pellet NV NV 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间隔只有一天 在比赛强度如此大的系列赛中 球队一般都会让球员们自己安排休息的方式 在第一场得到27分的郭艾伦 则用训练的方式调整自己 训练来说 首先我觉得是保持手感 然后去投篮 然后去场地训练 可能上一场就打完了以后 下一场又开始 这种间接 如果说休息一点 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想法 没有去我去场地 再多投一些篮 来得好 效果要好 打第二场 所以说我就要去 也不是说要去解压 就是想去多投投篮 找找手感 终于在下一场比赛发挥的 还是稳定一些 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说每次都在训练 第二场的赛前训练 广沙队的主教练李春江 独自走进球场 第一场的失利 让联赛排名第一的广沙队 有些心有不甘 球场边上的计分排 不知道是被谁翻成了1比1 这也表明了广沙队 对第二场的决心 在第一场的比赛中 广沙队的内线 被辽宁队彻底统治 所以广沙队不得不让 脚伤未愈的苏洛鱼提前付出 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一步一个脚步能够强重 把好每一场比赛 训练结束后 主教练李春江回到休息室 继续跟自己的教练团队 分析上一场的比赛录像 七局四胜的赛制 让两支球队 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体能的调整 伤病的恢复 成为了两支球队 共同的问题 从这开始吧 所以首先我想我们的队员 首先不会去放手 因为这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比赛要一共齐场 我们会全身心力 集中精力 把今天第二场比赛打好 1 2 3 在去比赛的大巴车上 辽宁队的球员 欣赏着杭州的街景 郭世强发现 广沙队的球员驻地 离场馆很近 都是走路去场馆比赛 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 辽宁队主教练一反常态 一直站在场边 看着球员们做着准备活动 要不是穿着外套 他的状态就跟 临场指挥比赛是一样 郭世强赛前的谨慎 仿佛是遇见了比赛会困难重重 刘征的爆发 以及福特森火热的手感 让广沙队一开局 就领先两位数 自一 刘忠得到生涯最高32分 而福特森上半场就赶下36分 今天打得可以 今天福特森打得很漂亮 看不过还好 那个那个 是他辫子的那个很厉害 我们研究广沙队研究得非常细 不管是从常会赛开始 一直到总决赛 我始终给大家关注一点 对方小外员 他得高分 其他人不发挥 他很难能赢球 赢球几率不大 这是我们通过很多的数据 来分析出来的 所以对方的小外员 得30分 40分 我们并不可怕 我们不担心 因为那这种打球的方式 不是广沙阴球的方式 如果你要像小外员 每场得20多分 他再把球队能串联起来 每个人都能得10多分 20多分 这是他阴球的方式 这是比较可怕 所以大家非常坚信这一点 所以到场上 大家就执行 我们教练要求 执行得非常好 到了下半场 广沙队的外员福特森 突然压火 他在下半场只得到了3分 失去了福特森 这个强有力的得分点 广沙队的领先优势 也逐渐被缩小 还是体能影响吧 他可能 他也累 他肯定也累 你看他每一场球的 季后赛中 可能都要打到40分钟 或者是35分钟以上 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他肯定也累 人哪有不累的嘛 对吧 而且他的进攻方式 就是往里凸地干 然后凸着打 所以说 会让他的体能 肯定会有一个 不知的情况嘛 对吧 所以说到下半场的时候 他肯定也没有进了嘛 对吧 而辽宁队这边 也失去了一个 主要得分点 在上一场比赛中 得到27分的郭艾伦 本场比赛 只得到了4分 开局的比分落后 打乱了他的比赛节奏 就是第二场比赛来说 自己可能上场以后 开局我们队伍也不太顺利 不太顺利以后 大家的状态可能也没及时调整过来 包括自己 而且就是在那个手感下面 就是可能自己的情绪调动 没调动好 然后没有那么 就是冲 有冲劲 就是自己的那种冲劲 可能之前在比赛场上 这一场没有调整好吧 可以说就整个赛季来说 想每场球都达到一种 自己非常饱满的状态 而且非常有那个冲击力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好在辽宁队 有一位C别联赛里 最难防宠的外人哈德森 在最后的时刻 机晃比赛 超远三分 超进了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然后哈德森就是那种 特别的大型战 他在前三点都不会怎么得分 就很轻松的随随意地打 然后在第四节上 他都会打那种 就很神奇的那种球 最难防的 我觉得就是哈德森 因为他主要就是 那些行进中运球的投篮 我觉得就是 比较就是难防 因为他不知道在什么 哪个点 他就要去投篮 就是有点 就是不怕那种 就是投篮准的 就怕那种敢投的 我觉得 就是特别难防 对 他应该平常人不一样 他说的节奏 可能在 都在三文线附近头 他有可能在三文线 一两米以外还热 你说这个时候 就是很难去把握 他的那个出手 出手时机吧 可能防哈德森 最后防哈德森 可能还是 没有想到他 他个人能力 还是特别强的嘛 对 所以说最后 他投进那几个关键球 确实是挺伤势起的 一下把比分给领先 这样子 所以说 可能个人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哈德森 一下把我们给投傻了吧 可能是 第二场 让辽宁队 最后时刻爆发的 不仅是场内因素 还有场外因素 反感提不上吧 因为他们说 可能也是事实 但是确实刺激着我了 刺激着我内心了 其实在迪斯杰 我已经可能有一种 身体有那种 虚拖的感觉了 但他们一个就是喊 一个就是喊 印象最深的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 在我扣老二加一以后 你说可能比分差一两分 就开始喊 我一发来 前两分 前两分 我内心 这小一件事 这时候必须得发进 因为他们喊的 我实在太白听了 喊出我们前年老二 这种口号 但是我们也适应了 因为郑州年的西别 每年都在打客场 但是当时 我感觉 他们越喊出这种口号 可能越 更大的激励我们 可能更大的激励 我们要 更要去做好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来去 去反驳他们 对我们这种 球队的侮辱 事实我们也 我们也去做到了 最后时刻 哈德森的进攻犯规 险些葬送了本场比赛 真的是有点不够冷静 确确实实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推走的动作 这种时候啊 双方都在犯错误 107平 双方战至加实赛 第一次打进总决赛的广沙队 在加实赛中 显得有些乏力 在五分钟里 只得到了九分 而总决赛经验丰富的辽宁队 在加实赛里 没有给广沙队 任何分盘的机会 第二场总决赛 本来这个是有很大机会 而且基本上来讲 是可以取胜的一场比赛 也是自己年轻队员 场上这种应变 和这种经验不够 让对方追分 而且是追得非常快 其实这场比赛 大家打得非常好 从开局到结束 就非常遗憾 就这会儿那两分多钟 大家这种防守的重点人 没有完全去坐落位 这个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 加实赛 我们这边小伙 是顶住了压力 顶住了压力 这种硬劲 防守的硬劲 进攻这种果断性 最后取得比赛的胜利 他们今天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得到全场最高45分的哈德森 无疑是这场比赛的赢球功臣 赛后看到曾经在 广东队时期的队友王世彭时 兴奋地打醒招呼 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 你正在工作吗 我和大队人 我和大队人 他都在玩 我和你一起聊 我和大队人 我和你聊一下 我和大队人 我和你聊聊到 小队人 我和你聊聊到 我和你聊聊 我和你聊聊 我和你聊聊聊 大家说 我和大家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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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输球后走出场馆的李春江 大口地喝了几口水 主场加持输掉比赛 球队上下已经尽力了 带着大比分2比0的优势 辽宁队回到了他们的主场沈阳 为了让更多的辽宁球迷到场助威 自半决赛起 辽宁队便从他们征战了六个赛季的本西 办到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辽宁体育馆 而即便是这座可以容纳一万两千名观众的球馆 也难以满足辽宁球迷的热情 总决赛两个主场比赛 门票一经开售 便一票难求 多次参加总决赛 却没能收获冠军的经历 让如今的辽宁队 无比注重场内场外的一切细节 无论赢球也好 输球也罢 郭世强还是一再强调球队的心态 每一场胜利后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忘掉胜利 而每一场比赛前 心态这两个字 永远是郭世强心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感觉现在队员的心态 还是比较平稳 他们现在全身关注的 准备好第三场比赛 其实打完两场了 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的 非常了解的 也没有什么秘密 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比例就是心态 比例在场上是少数错误 这个比例是高强度的防守 这个非常重要 而这种情绪的确让现在的这支辽宁队 变得更加刚任 面对外界的一切 他们都能够荣辱不惊 我觉得现在就是 因为心这么多了 然后也有个经验 有个教训 有个总结了吧 也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好这次的总结赛吧 广沙队的训练被安排在辽宁队之后 进到场地的广沙主帅李春江 右手拎着保温杯 左手摸摸队员的头 酒精沙场的李春江 对总决赛并不陌生 0比2落后的境地 也并不会在他脸上展现出什么 看到场边的哈德森 还在一直坐着拉伸 站在一旁的李春江 开玩笑似的催促起来 对于大比分0比2落后的广沙队来说 接下来的两个课场比赛 有多么艰难 队员们心里都有数 不过关于困境 李春江向来不愿多提 比分落后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认真认真地去准备 认真地打好比赛 常规赛领跑的广沙队 本赛季的客场战绩也不俗 常规赛19个客场 广沙只输过4场 客战辽宁 他们也在本夕带走过胜利 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 好的一个心态 不管主场客场 尽力了就好 李一岛其实一直都是 给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去拼对手 那我们就是一直都是 经验比较弱的地方 那就是去 每一场都去学习 争贯关键场次 媒体人山人海 而对于总决赛的走向 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解读 他们在心态上 现在保持着非常非常的平和 包括这个 我在这个球队大巴上 看到他们这个整个 平时生活当中 那种状态的时候 应该说是非常平常的 一个心态 并没有因为 进入总决赛 会表现得过度兴奋 或者是如果要是状态不好的话 会表现一些萎靡的状态 这一点都没有 我觉得广赛现在他没有包袱 球员从训练中 也可以看出来特别放松 所以在0比2落空的情况下 他们不会就背放 这个0比2的包袱 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去打 可能会有奇效 训练结束后的辽宁体育馆 变得格外安静 再过不到8个小时 总决赛第三场 将在这里上演 回到沈阳 这个奥体中心 辽宁体育馆打比赛 确实给我们球队 也提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环境 他的球馆的地板 篮圈等等 设施都是新的 而且球馆的容量 非常大 一万两千元 可能对我们球队 在打季游赛 打中决赛 也是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个主客场来说 自己还是没多过多地考虑吧 然后进入场地以后 我觉得更多的我去想的是 我这场球开局的时候 要保持一个很强的侵略性 然后去打出我自己的特点来 带动全队 因为我们队伍 我是先打 然后所以说 我们先发的这种发挥 决定了整个比赛的走势吧 所以说我就更多把精力 放在这个上面 在我们跑出的一刹 所有人欢呼 可能说就把大家说到 杨老师的耳朵 就有一些受不了 这就像给我们所有队员 砸了一阵新闻机一样 让我们能使出 200%的力量 来战斗 本系的球馆 它确实是小了一些 但是比本系的球迷 还非常热情 我认为它不输于这一万两千人 但是换换说吧 这个杨老师 这么大球馆 这么多的人 一起给我们加油 我们内心可能就会更加自信 因为我们有这么些人支持我们 有这么些人跟我们一起在战斗 所以说我们内心会比 往年能更强大一些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球必须得赢 大比分2比0 第三场比赛的胜负与否 将对总决赛走势 起到决定性影响 如果辽宁继续胜利 冠军的归属悬念无存 如果广沙扳回一局 一切还无足定论 比赛在一开始 辽宁队的进攻 有如水银泻地 在如海潮般的观众声中 辽宁队开局 便打了对手一个26比4 这边又是辽宁门钢反击 他从头上进 这就是辽宁队的 他特别好的一个比赛习惯 广沙都注意了 就打不进之后 就地反抢 再一个你的进攻 要更加的合理 进入季后赛以来 广沙队比辽宁队多打了三场比赛 这也让广沙队的队员们 身体有些吃不消 估计是就是疲劳吧 然后抵抗力下降 然后打了这么多场比赛了 然后眼睛那个时候 好像就是有点 就是发炎嘛 结膜 然后就是 肿得特别大 就早上起来之后 眼睛都睁不开 就都相当于就是 一个眼睛大 眼睛小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老逗我说 我是说我是去韩国 整容失败了回来 就真的是 大家都挺疲劳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觉得大家 那个时候就是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 就是那个地步 就是挺能到那种 极限的地方 还能打比赛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已经拼得很不错 广沙队长时间的 比分落后 让站在场边 直较的主帅李春江 有些焦急 在一次判罚后 由于对裁判不满 李春江被吹罚了 技术犯规 赛季累计技术犯规 到达四次 李春江被停赛一场 下场比赛 他将不能出现在球场内 也非常遗憾 因为这个比赛就是这样 可能场上发生一些 想不到的事情 促成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说也非常遗憾 就是错过了一场 这个总决赛的一场比赛吧 也确实是给队里边 影响也比较大 队员可能从心情上也好 包括执行力度也好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事情既然出现了 那可能大家都会去面对 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 再出现这种情况 长时间处在领先的位置 辽宁队的心理开始产生了变化 广煞队抓住这个机会 一度将二十多分的分差 缩小到只剩三分 场下的替补席 辽宁队队长杨明 开始有些担心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保守 特别保守 因为辽宁队比较擅长追分 当领先多的时候 他这种保分的心理 尤其对广煞来讲 他比较擅长反击 当你越保 有进攻机会也不出手 越靠到最后的时候 当你不进一个反击 不进一个反击 广煞打出 咱们自己特点的时候 确实很难捂得住 再加上我们自己 失误比较多 主要还是心态问题 有点特别想保 特别想拿下这场球 我感觉 第三场最后一点 为什么大比分领向 像广煞给追到最少 只差三分 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的专注力 在场上的专注力下降 不如上半场 甚至前三姐 那种专注力那么专注 我感觉这种专注力的下降 有可能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体能力消耗 可能前三姐拼力太凶了 跟对方 拼力太凶之后 体能力一下降 球员对专注力 他也会受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有可能是 大比分领先之后 队员的专注力下降 因为大比分领先之后 可能多多少少队员 可能对自己专注力 肯定也会有一些放松 我感觉最重要的 就是这两点 可能分散队员的专注力 可能会多一些 在总决赛第二场比赛后 只得四分的郭爱伦 饱受舆论的压力 不过只做短短三天的调整 郭爱伦便用数据 回应了外界的质疑 本场比赛 他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 并在最后关键时刻 稳住球队阵脚 帮助辽宁队获得了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的胜利 我只是去自我调整 然后就是自我在心里暗示 或者是跟我的家人 来说一些事情 然后通过家人的谈话来调整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104比100 辽宁队有惊无险地 拿下了这场比赛 将大比分打成了3比0 见证了精彩比赛的辽宁球迷 在散场后迟迟不愿离去 走进新闻发布会 郭世强迎来了 当地媒体的阵阵掌声 下面有请郭世强 赛后的辽宁队公衣室 即便距离总冠军一步之遥 你依然看不到太多的庆祝 只是在采访中 队友们才会开开玩笑 没有啊 就是可能自己还能做的 就是有的时候做的不好 然后包括那几个事物 做的太不好了 你说的好 太好 我说的不好 这总决赛嘛 然后怎么说呢 还是有区别吧 和那个正伟常伟赛吧 所以说自己来说 就是感觉还要去 可能心态来说还要更平稳吧 当球员们都离开 联赛赞助商工作人员 开始和辽宁队球队管理人员朱家明 商讨起如何布置更衣室 大比分3比0 隔一天后的第四场比赛 辽宁队将有可能在主场夺冠 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来为可能到来的冠军做准备 比赛后 辽宁省体育馆北门正对着的 LED大屏幕被打上了一行字 首先我给队员要减压力 因为是我们第四场比赛之前 我们所有的平时生活 日常包括训练的 包括准备比赛什么等等 都没有硬的地方 这是绝对不能硬的地方 如果你要稍有一点的硬的变化 队员可能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没有 我们队没有一个人说这种话 没有一个人提3比0的事 我看大家都是 还是跟一样 平时一样 就是休息 然后吃饭 都是跟平时还一样 我吧 我只想是说 希望能在辽宁把这个冠军拿下 让所有的球迷 所有辽宁球迷 见证这一身 这是我的想法 5点30分 辽宁队大巴驶向赛场 车内没有一个人说话 过一会儿 天空下起了小雨 这是对比赛前气氛的渲染 还是想告诉着我们什么 郭艾伦戴着耳机 不知道放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郭艾伦的爸妈 特地来看儿子比赛 由于场馆周围戒严 费了半天劲才到 由于总决赛 主场搬到了沈阳 管郭艾伦要票的朋友 更多了 送票是郭艾伦爸爸 进场前最重要的是 郭艾伦 加油 因为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 而且今天晚上 这个气氛在这里 说实话 我感觉今天能够来到这 特别的幸运 要来二十三年没得冠军 然后我也差不多二十三四岁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有可能见证历史 然后特别激动 赛场里是一片白色的海洋 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件白色印有四千三百这样的积蓄 四千三百代表着辽宁四千三百万人口 虽别职业花二十三年 辽宁人希望在今晚圆梦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因为辽宁是我们家乡 这个球队从教练到队员 我都非常熟悉 而且这个目标很明确 一旦这个目标要实现的时候 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非常高兴 比赛开始 辽宁队落后 总冠军就在眼前 但是紧张的心态却影响上场的每一个人 在前古老队一边强烈的人生 而果不其然我们开局很紧 所有人进攻都失常很多空位投资 漂亮 我他现在打得比较强 我看他在去找快攻 去找空位投篮 但同时同时结合做得很容易 第四场比赛不好 虽然我三人 其实是很难打的一场比赛 如果要从对方两个队伍心理上的分析来说 我能要比对方压力还要大 然后在开局第一局打得不好 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准备 不管是我在暂停当中 还是在第一局接触当中 我最多得跟队员讲的 就要告诉队员要解放思想 要放得开 要对自己 要对这个团队 要有信心 半场结束 辽能队进行了调整 而广沙队主教练李春江 因为第三场比赛累计技术犯规停赛 只能在更衣室里对比赛做着分析 那时候比赛打得很胶着 我觉得就是说 让大家只要是放开了 尽力地去打好 把自己的技术水分发挥出来 那可能就是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了 其实那场球我觉得大家 也是非常尽力 特别开局大家也看到 这个比分一次领先 打得也非常尽力 但是后来我就轻轻 特别下了 就是这个大家这种 尽力中犹豫 这种不自信 这就体验出来 打到下半场开始 我就感觉西方 一直越来越大 通过第二阵调整过来 找回我们的状态 尤其在下面场第三阵 开打之后 打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的这种信心 就越来越强了 为辽宁队奠定胜利基础的 是孤艾罗 全场贡献19分 他是国内球员最活跃的那一个 上场时间最多 他是最拼命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我要得多少分 因为我想不了 比赛开始之前 我想不了我会得多少分 我因为你要是在场上 想着得分 你会得多少分 保持一个自我的侵略性 保持一个自我的冲击力 然后去做好防守 而且在场上剩下的事 就交给场了顺其自然 你的本能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 辽宁队逐渐将比分扩大 总冠军离这支追逐了 他23年的球队越来越近了 工作人员们也开始在更衣室中布置 辽宁本纲 四体零中逼分 在出场辽宁体育馆 奉备了CDA 越联赛以来的第七个组冠军 恭喜辽宁 今天他们争设达到了100分 辽宁队到我心里面 永远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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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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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球迷的兴奋不同 获得总冠军 辽宁队绝大多数队员 没有过分狂喜 好像他们早就知道 这一切就会发生一样 实际上我心里想过 夺冠以后的场景 我有一万种场景 但是当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比较平静 我也不知道 原因可能是 经历的多了吧 然后耐心啊 包括等等的事情嘛 都被磨练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 这种心情确实很微妙吧 可能 在哨声想的前一刻 我还直接想着 又或者去庆祝 又去学习自己的那些心里的压力 但是 等哨声一想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我反而更加平静 就是经过这些年的事情太多了 磨练太多了 经过事情太多之后 可能对自己的性格也是一种磨练 当然 郭艾伦是激动的 在拿下总冠军后 他背负所有压力都放下了 我没想过吧 我没想过 真的能走到今天 然后这一路 特别不容易 我最近 我不知道该说 但我想说 我最近这些天 我最近那些天 从来都没睡好觉过 我现在也体会到 什么叫就是 冠军 冠军的时候 当你成为冠军的时候 这个艰辛的程度 和以前我打那些 常规赛 包括那些比赛的时候 那种 对身体和心理上的消耗 是完全完全 不是一个比赛 都不是 不是一种事情 人 可能就去 可能就哭出来了 可能就是因为 之前累积的一些 所有的那些 洗礼的 招伤的那种 创伤啊 包括 对于这个洗礼赛来说 身体上 和精神上的一些 就一下就可能 自然就释放出来 就从来没想过 韩德军 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他终于 可以兑现承诺了 我在我们 聊天 全会的时候 说过这句话 因为我出自农村 我们家就有一个规定 没有办酒席 不太正正的这些婚 但是 我岁数慢慢大了 我得要小 要不是岁数大的话 对吧 会影响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 确实说过 我说我 如果不给 男人队拿个冠军 我会会办婚礼 这是我的原话 我说过 但是现在证明 事实 已经做到了 你要说 对自己的夫人 夫人家庭 确实有一些 不到的地方 慢慢弥补吧 但是事实证明 其实我们做到了 我也做到了 辽宁队的更衣室 是欢乐的 广沙队的更衣室 也并不伤感 这是他们第一次 打进总决赛 他们虽败尤容 他们还要继续磨砺 相信后面几年 累计的经验 人间 多多一些努力 我们会去 抓好这个 失败的机会 然后会去 更多的争取 拿下这个冠军 总决赛后 新闻发布会 郭世强带领 12名队员全部出席 他想让每一位队员 发表总冠军感言 今天第一次 我带所有队员来参加 新闻发会 因为今天确实 这个日子是值得我们 庆祝的日子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庆祝 我真的不知道 至于能不能喝酒 我现在 我现在也不知道 如果要庆祝的话 我会一追方休的 因为就像今天 今天这个日子 是值得我们 记住的日子 骄傲的日子 一点老 一会儿 一会儿 大房啊 好 郭董 还茶 对 你得别再逗我了 你得 今晚是大伙儿一乐 你玩它呀 哎呀 太好啊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大人 大人哦 这时候结婚 我就想着这事儿的 哎呀 逃不了了 我开会啊 开会 看什么样啥的 在这儿打的 哪儿打的不好啥的 我开会啊 你怎么办呀 有没有事儿啊 嗯 快点放假 大级三点 我再来放假 海上的自由活动 明天怎么安排 听俱乐部通知 明天下午吧 我们有可能 呃 所有时候都会回我们基地 啊 马上后面怎么安排 明天 明天 听着那个俱乐部通知 啊 我会让你 呃 你们知道 说明天 明天 对 但我们可能 我们必须回到 我们可能 怎么办 我们可能 我这边 但是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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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挺得很好 我这边 你这边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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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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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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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热情的球迷 郭艾伦没有过多停留 那是因为他确实太累了 第四场赛前的准备活动 就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了 第四场比赛之前确实第三场打完身体上的疲劳程度没缓过来 然后第三场打完以后第二天我们只休了一天 然后我又去训练再去关里 当时我也感觉特别疲劳 但是我觉得因为明天还有比赛 所以说我需要去做一些头来训练 第四场比赛开始之前我热身 我去做一些跳头的那种动作呀 包括晒前的那种热身 我就感觉身体特别慢 然后腿也就是 真的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多力量 迈不开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困难了 我说哎呀这场球啊 一会儿开打了 我这个身体状态 这个要应对这个比赛要费劲 我都已经就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可能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吧 自己应对来说 还是会处理的能够自己好一些 就是其实我可以说第四场 就是我调整的 在这个身体状况下 我调整的还可以还不错 杨明为辽宁南篮奉献十三载 明年他将正式进入教练组 能作为球员 在自己最后一个赛季 拿到总冠军 无疑是幸福的 也是幸运的 我觉得这是一场梦一样 我刚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说了 我上队的第一年 是辽阳队降级的一年 是辽阳队成绩最不好的时候 那么当我快退役的时候 现在辽阳队是也在冠军 全一个冠军 这么胜了冠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剧本 整个过程也非常精彩 我很高兴我们参与 郭世强也是幸运的 十年证任生涯的努力 让他终于在第十一年 带领辽宁队获得全运会和联赛双冠 大家听了 我们是冠军 谢谢大家 这四年没输出 谢谢大家 我们已经创造了两个历史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这辈子没有遗憾 他们这些球员等将来退役了 到老了 他们也可以去给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后代来讲他们年轻处 当运动时期就有机会 所以他们也没有 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 争取创建我们辽宁的王朝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队员魏猛那一句 希望辽宁南岚能创建一个王朝的话 引得所有队员的笑声 但确实 这就是辽宁队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这个人比较开朗 他把这个话把我们说出来 我们笑 其中有一点是笑 魏猛敢说这个话 再笑 可能我们也笑魏猛说的对 我们确实想这么做 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的一句话 可能当时大家都笑 但是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 至于能不能建立辽宁的王朝 最重要的一点 我在新旁为人也说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 能不能给他留在辽宁队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这些优秀运人 还能继续留在辽宁队 没有出去 还继续留在辽宁队 我相信可以 那么从刚才的这段片子当中 从我们前方的同事 记录下的这点点滴滴当中 我们又一次回味了 属于辽宁队的这些 新王夺冠的里程 当然在片子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在前两轮季后赛当中 都打满12场的这支 年轻充满朝气的广煞 还有许下了诺言 要和郭爱伦一起 会时总决赛 然而最终未能实现 但依旧带队打出了 令人尊敬的抢气大战的 丁雁宇航 还有他的山东队 当然了 这些球队其实也是 CBA20支球队的 一个缩影和一个代表 其实在这个赛季 CBA的格局 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而这些球队 也都不得不去适应着 这样一个全新的赛季 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 无论是篮管中心 还是中国篮协 都有了新的领导层 有了新的班子 同时中国篮球 也有了新的掌门人 而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 CBA联赛公司也开始 正式接管运营CBA联赛 这也使得中国职业篮球 真正意义上迈出了 职业化运营的第一步 就在这样的一系列举措当中 CBA有了新的格局 有了江苏队的重新崛起 有了第一次杀进到 季后赛的广州队 当然也有了我们看到 欲获重生的北京队 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 而这些变化也来源于 CBA整体上的诸多新举措的出台 比如说裁判报告的出台 和裁判升降级制度的出现 使得对裁判有了更高的要求 也使得CBA有了更加的公开 透明和公正的环境 再比如说季后赛附加赛的确立 使得整个CBA能够进入到 季后赛的球队数量增多 让更多的球队有了更多的希望 同时也让北上广深之间的球势 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让这些球队有了更多的争夺 也让提升了他们的状态 从而使得以往 季后赛首轮显得有些尴尬 或者不够精彩的这种状态 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再比如在这个赛季从三五六日 变成了二三四五六日都有比赛 这给CBA带来了更多的曝光的机会 和更多的媒体平台当中的转播的机会 也极大的提升了CBA联赛 在整个球迷当中的收视效果 而窗口期的确立 也让国家队的比赛和CBA联赛 有了一个更好的磨合和适应 同时也对这些要两面出征的球员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让这些没有能够去参加 国际大赛的球员 自要为保持自己的状态 也同样要做出更多更多的准备 其实这个赛季的CBA联赛 在不断地朝着好的方向 去前进着 去推动着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 我们看到的所收获的成绩 和不断进步的方向 我们无法一一到尽 但同时我们也不是期待着 一个赛季就能让CBA联赛当中 所有的不足全部都得到改善 当然在很多方方面面 我们还有更高的期望 比如说很多的球队 依然有着这样外援的依赖 不单单说是早早出局的新疆 将季后赛豪赌在了 布拉奇一个人身上 哪怕就是夺冠的辽宁队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赛季引进了巴斯 和哈德森变得更会打球 而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而广沙在总决赛当中 被林比斯很扫 无疑是他们伯洛西斯的皮软 带来了巨大的这种软肋 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 外援都是不得不去正视的一个问题 如何在更加关键的时刻 在更加好的场合当中 让我们自己的球员 拥有一个更好的掌控力 其实这是CBA联赛 在使用外援过程当中 要去进一步去改变和变化的地方 而现在CBA联赛季后赛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又都是一些 我们熟悉的这些老面孔 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很多球迷 很多观众会有所期望的 什么时候能够通过人才的交流 通过各地的球迷市场的 一个更好的商业性的推广 通过更好的青年体系的建立 让各职球队之间的实力更加接近 而不要出现过度的强弱分化呢 同时在进入到了季后赛之后 除了季后赛附加赛 打得相当精彩 和广刹的连续几轮比赛 有些坎坷之外 其他的比赛 是不是显得有点悬念不足呢 但是不要紧 这个赛季 我们已经看到了收获 已经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期待着下个赛季的CBA 能够更好 当然在这个赛季里 我们还看到了 马布里四年三冠的中江离别 也看到了郭世强 七年总决赛之旅 最终圆梦 还有连多两届常规赛MVP 丁燕宇航 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希望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这个赛季 感动着我们的那些人 还有那些事 比赛的意义是非常重的 对于球队来讲 今天是联赛的最后一战 与此同时呢 就是老马 这是他职业生涯 二十二年以来的 最后一场比赛 我相信 这个双重意义 让这个夜晚 更加的不同 他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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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狂热 但我现在 我现在在平均 如果没有准备 我没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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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点 我真的没有关系 我只是在最后一场比赛 还要说 我最后的连多的连多 我认为 这比赛的连多 也比赛的 100点 这个动作其实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无数次出现 当然它也不是第一次面对陈美 但是这样一个三分球 面对陈美投中三分 这样一个三分球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二十分球得分 完美的道别战 完美的演出 我们对战学位的世界 最少有了一场最终的内展 所以我们能够统通过 能够过 conqueredider那怎么了 这样就得到 你负责 gewesen 我还没完美业 在ijn了 会类 Yours 现在 There was no 梅里 没有任何人 比如说 viol上 바 刀 词 其章 多 我给自己的身体打七十分 心态打八十分 精力打九十分 并没有一切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顺利 对 韩丽做得更好 systems 这些沉悴就是 他 sneller 准备 work 休息 facile 留意 这次球队是以教练为核心的主战 包括两个外员 所以说以主攻为主 也得看出教练和球都不是学情 我觉得从他来讲 作为球队领袖去承担球队的重点 我始终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是因为NBA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梦 今年可能各种因素去不了 但是不代表我会放弃 我肯定会去从剧暗数中心里 从各个方面去提升 然后可能来年我会继续去尝试 如果你们要去珍惜 你们每天在一起训练的日子 生活的日子 比赛的日子 因为你们这几批队员 其实目前我们这个团队 能冲击全国冠军期望是最大的 辽宁本纲 四比零球逼分 在出场辽宁体育馆 成为了CPA约联赛以来的第七个总冠军 恭喜辽宁 今天他们真正达到了100分 失败太多了 遇到事情太多了 对我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还真没有做太取感想 但是我坚信我的这个心中的梦想 我一直朝着这个梦想才去努力 包括我们辽宁大厂这个团队 所有人也都是朝着我们这个梦想 每天每年都在努力 怎么样 同意 大厂 请 History our second key 我们是冠军 打扮 我们是冠军 谢谢 Goodness seeing it 谢谢大家 行了 这四分gment数 processors 谢谢大家 摧脏 我们已经创造了两个历史了 对我们的所有人来说 我们这位女士很难 他们这些球员将来退役了 到老了 他们也可以去给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后代来讲他们年轻术 当运软时期这种经历 所以他们也没有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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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心里想过夺冠以后的场景 会有一万种场景 辽宁本高 四比零首密封在库场辽宁体育团成为了CPA 月联赛以来的第七个冠军 成为冠军的时候是一个艰辛的程度 和以前我打那些抢回赛 包括那些比赛的时候 那种对身体和心理上的消耗 是完全完全不是一个比赛 我觉得这是一场梦里啊 我上队的第一年是两队降低的一年 那么到我快退役的时候 现在这场就是联赛冠军 全员的冠军中的双来冠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剧本 整个过程非常精彩 也很高兴我们参与冠军 我们要插着一可 一根大压的屁外 我们是冠军 对